中国监控网络言论不少词汇因此遭到封杀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国网友仍然发明了许多新词应对当下社会现况 继先前遭受疫情封控缩户 讨论如何移民的润血爆红之后 最近人矿这个词也短暂冲到了微博热搜榜 不过现在已经遭到群网封杀 根据广泛响应中国社会现况的推特账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贴文表示 人矿最早出现在1984年的官媒 人民日报上指人是一种资源 而现在就被中国网友衍生为 生下来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的人 就像石油冶炼发光发热被用完 最后只剩下几两炉渣 人被当成可开采的矿物用过极丢 有知乎的网友认为 如果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很多事情无法解释 如果叫人矿那就说得通了 根据媒体中国数字时代在知乎上截取下一篇名为 如何看待人矿这个词的文章 有网友表示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人矿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 人与矿本身就是天然矛盾的 提问者也说觉醒的人矿是痛苦的 如果他什么也不能改变 为了减少痛苦也就只能装睡 继续一天天的燃烧自己 而面对这个爆红词会遭到中国当局封杀 有网友无奈的表示 人在中共眼中就只是后才 还有什么词是不敏感的 也有人说人矿已经在网上搜不到了 也坐实了从出生到死亡都在锅炉里度过 记者吴宇晨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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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